但是当了圣人的救主呢 也不和他人的精神讲 而只是为他人牟利 因为这个圣人呢 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圣人 并不是真的有什么思想 并不像耶稣基督那样 有那么多思想 所谓的圣人只是 利德利公利言之人 也就是对老百姓有好处 中国历史上的圣人 对老百姓有好处 有恩惠的人 特别是那些深属高位 又关心人民的疾苦的人 所以思想家是不能成为圣人 因为思想太复杂了 太深了 那是不能成为圣人 科学家也不能成为圣人 只有政治家 以及辅佐政治家 能够利德利公 这样的人才能成为圣人 比如说关东 他可以成为圣人 那么人就一旦成为圣人 那就是不得了的 成圣的人 或者是自以为成为圣人的人 他以为最大的特点 是不能反对 你不能反对他 因为你反对他 你就不是反对他个人 你就是反对天道 他的意念就代表天道 所以他是不能商榷的 不能反对 不能反对 不能商榷 不能讨论 不能讨论 所以当年这个胡宫就非常傻了 他给毛泽东上书 三十万言书 他想跟毛泽东讨论一下 文艺理论的问题 那你能讨论的 毛泽东认为自己是圣人 你跟圣人能讨论问题吗 你必须服从他 因为他代表天道 但其实圣人并没有自己的精神生存 没有自己的精神追求 他只有一种物质上的 或技术上的考虑 只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不知所在 但是呢 他又要标榜自己的目的的高尚 又要标榜目的的高尚 所以 潘士彤曾经有一句话 他认为两千年的儒学 都是伪善 他都是相怨 相怨是伪善 他认为两千年的儒学 都是伪善 其实在这场生活中间 人与人间 也很少在精神上的相同 人们强调的就是 我是为了你好 但是我为你好 我为什么为了你好 我们是不是能够经常交流一下 一般来说很难做到 非得是在家庭里面 父母说 我为了你好 你考大学 你选了个什么专业 我帮你选 我为了你好吗 富山之间没有一种精神上的交通 一种交流 没有讨论 在夫妻之间 父母之间 子女之间 多半是一种物质关系 多半是一种物质关系 我养活了你 我养家福口 然后呢 我在家里就有低位 那么你们就要听我了 所以多半都是 一种亲情 多半是体现在物质性的观照上面 这种物质专造 并不是一种精神上面的 这个 互相 互相 滋养 并 很缺乏这样的观照 中国残酷的家庭关系里面 很缺乏这样的观照 而在人际关系里面 更讲述 所谓的礼 儒家讲的礼 送礼 礼就变成了送礼 就送东西嘛 面子 中文讲面子 面子是值钱的 都是体内的物质上面 你要给面子 怎么样给面子 不是说你心里承认就对了 而且要做出某种表示 这句都是一种伪精神 看起来好像是精神 我别的不要 我就是要讲面子 人要有脸皮嘛 好像是很注重精神 但实际上呢 其中伪精神 不是真正的精神 那么个人在这种情绪里面 他当然也要追求一种精神安慰 个人在体育里面 要评测他精神安慰 但这个精神安慰呢 他不是自己个人独特的 一种独立的 一种精神归属 而是希望呢 把自己的精神 寄托在他人的精神上 寄托在他人的理解 或者他人的这个推平 相互之间的这种情绪观点 所以中国人不需要自己个人独立 灵魂的归属 他只要融合在群体中就过了 他没有必要去追求一个彼岸的东西 这是中国人的 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 归更坚决在这里 就是说中国人的 个人没有独立 他不需要真正的信仰 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在精神上 是绝对的独立的 那他当然会带来痛苦 他会带来痛苦 那么带来痛苦以后 他就需要追求一种精神上的归属 一种纯精神的归属 这种归属不是任何其他人的精神 能够代替的 只有上帝能够代替 对上帝能够代替 这是西方人为什么 他的基督教的信仰 他的根地和灾难 主要就是在这一地方 最后我想谈一下 我们可能有什么样的信仰 我讲了这么多 中国人历来就没有真正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都不是真正的 纯粹精神的信仰 都是跟当时当地的这些的情况 现实的世俗的生活物质需要 分不开的 这种信仰不能算是真正的信仰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是毫无希望了呢 没有任何信仰的可能了呢 我这里提出来我的一点想法 我认为中国人目前 大部分中国人还没有完全走出迷信和巫术的阴影 大部分老百姓还没有走出迷信和巫术的阴影 你到明天就看一看到处都是什么 迷信的 神神鬼鬼的 装神弄鬼的 到处都有 也许还有经过漫长的历程 你们中国人才能真正的走过 这样的迷迷 并且呢 摆脱实用武艺的伪信仰 比如说个人崇拜 中国人特别容易搞个人崇拜 这个稍微有一个可崇拜的人 马上就 有些人就 吹吹打打就搞起来了 像这个刚刚混飞四战帮的时候 那时候华主席刚刚上台 于是就有人就编出什么歌来 歌送华主席了 其实华主席在这个 当初的老革命中间 他根本就是提不上的 就说不上有什么功劳的 不过是毛泽东指定他会接班人 当然他在本市马上他喜欢打就 但是也不一定要把他神化嘛 就有那么些人就喜欢搞这些事情 而且确实 从上到下 马上就搞起来了 这是宗文人一种一种裂边形 但是是不是我们就去信基督教 或者是另外一种精神性的宗教 这种可能性我觉得似乎也不大 虽然我前面讲的基督教 他的这种信仰有他的高明之处 他给人一个纯粹精神的 封闭的这样的内心世界 这是他最高明的地方 但是我们恐怕接受不过来 你要把基督教缘分不动的接受过来 我认为不大可能 但是我们可以吸收一点他的那种精神 基督教我们不能相信 我们没办法相信 但是那种超越精神 我们可以吸收过来 所以我主张的 一种这样一种精神的信仰 这种信仰超越于这个教 那个教之上 超越教派和宗教信仰之上 能不能有这样一种精神性的信仰 比如说 对于真善美这样一些人类精神 绝对价值的信仰 我提出这样一种可能性 追求真 就是真理 比如说你搞科学研究 你就要对世界有种好奇心 你就要弄起世界的根本 你就要坚持真理 吃什么就吃 不是什么你就要接餐 接餐 幻象接餐 网言 不不准言 但是他跟现实的 这种并不谋论 比如说你要为人民大众 奴隶 当然也可以 但是 你要把它当作一个正义来推行 奴隶 不仅是奴隶 是要封立 是要封立 是要达封 并不是唯利是服务 你要提高老百姓的精神 在某利益的同时 你要提高他们的精神 这个利益不是说 我帮你们争来的 你们要感谢我 而是只有这样 才能够达到一个公平 所以这是不清楚的 但是它更高 这种纯精神性的最高 当然我们历来 把这样的对说 当作是 输呆子气 我们会认为一个这样的对说人 他也有输呆子气 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这种输呆子 都是太少 想说太多了 太少 在知识分子里面 都没有这种输呆子气 我觉得是太多的 知识分子就应该有这样的输呆子气 就应该有这种单系 我就算追求那个东西 所以对于其他的东西 我当然也可以参与 也可以去追求 但是我最终的目标 我不能够放弃 我不能够放弃 这种就值得 我们把一生献给他的对象 你要献给一个上帝 我们曾做到 但是你献给你所喜欢的 比如说科学 某一部科学 或者我们的一生 或者是你的正义感受 你要献身一对 那是可以做到的 那不是很大的要求 因为每个普通老百姓 其实它股子里面都有这么多 只不过是在这场生活中间 我们牺牲它 把它作为的手段 做成了另外一些更加具体的 更加厚切需要 当然我这种理想要做到 在目前的时候只有其少数人 有可能做到 特别知识分子 但是知识分子不就是一个民族的先知先觉者吗 它如果跟老百姓没有区别 那是当成知识分子 它就应该在这方面做出表参 而且知识分子它在这方面 确实因为它从事的正义劳于劳动 所以它也不会强劲 那么全国历史发展 全国社会进化 将来我们会考虑 整个社会资讯的别的越多 或者说所有的人 在现在的水平上面都是为了资讯 那么将来也就可以成为了 不变的这些文章 当然这个 这是一个理想 现场的 但是我们是把在 知识分子的 在中文大学教育的这些人的心目中间 这是固定理想 那是固定理想 我想 我这种想法 是不是也可以 插进去 我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 好 非常感谢 邓小盲教授 从东西方的 学学和宗教团体 对我们探索了 中国人为什么没有授争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 教育我们现场的同学们 如果你们有任何 对我们刚刚讲说 内容有不理解的地方 或者是 压了很久的想 基于叫我们邓小盲教授 紧绕的地方 都可以举手 示意我 谢谢同学 这个 不太好谈 你必须把 东博式的佛教 和布图的佛教 把他提回来了 印度国教是有超越进行的 比如说在 这个 贤壮所 这个 弹进来的那些 原版的宗教 他把它 把他们为时中 或者说 把象中 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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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的宗教 他还有一些 超越 它是原本本的 翻译国经 那是比较宗式的 但是在中国呢 始终没有得到宗式 遇到雄师利财 制度中里面 产发出一些新的 但是在 这个 一千多年之中 是被人忽视的 中国式的佛教 天才中 华语中 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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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记 都是把西方 印度的 这种宗教阶致 把它淡化